歡迎大家收看放眼馬世界論戰系列 這個星期六的早上 我們的香港短途馬王天狗 就會到澳洲墨爾本的輝明頓馬場 各族澳洲維多利亞賽馬會短途經典賽 這場賽事是國際一級賽 今集的節目內容當然是圍繞這場賽事 分析一下天狗這場究竟爭勝機會有多大 節目開始之前介紹今集的拍檔 有新拍檔,美女 深月就是新進的呂平馬仁 在大氣電波大家會聽到她的聲音 還有另一位英俊,蔡進階 是我懸陽直播的最佳拍檔 兩位,今次天狗千里朝朝 去到澳洲遠征 雖然澳洲她之前已經跑了一場賽事 但她來澳洲應該是有一個很大的目標完成 是甚麼來的 當然,因為她其實現在 就是在這個世界短途挑戰賽 她是拿著一關在手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她在五月的時候 已經贏了新加坡的Chris Farrer 各式短途禁標 所以如果她可以贏到這場賽事的話 她在這個世界短途挑戰賽裡面 已經贏了兩關 回到香港,如果可以贏到香港短途錦標 最後這一關 她有機會成為這個總冠軍 其實獎金也很豐富 因為這個挑戰賽系列 有100萬美元的額外獎金 但條款要在三個不同的地方 贏到才可以 變成龍王,龍王贏了兩關 可以嗎?贏到香港 是不行的 因為在日本和香港只有兩個地方 要三個不同的地方 只有一百萬美元的總冠軍 這麼吸引 很吸引 總想知道哪有勇夫 天狗做了這批勇夫 她去到澳洲之前已經跑過一場賽事 這次是萬利加多的錦標 這次不同 萬利加多的錦標是跑滿利谷 但是這次 維多利亞賽馬會 短途經一點跑費明頓是直路賽 費明頓的1200米直路賽團勢是怎樣的 直線就是直線一條 也要橫給大家看看 費明頓的直路 看下去 直線一條 但是跑落就不是那回事 也挺講究你排在甚麼檔 以及你的跑法是怎樣的 1200米的直路起步之後直奔到終點 但是這條的跑道 我們在這幾天 維多利亞賽馬和白爾本杯賽馬 幾場的直路賽事都看到一些特性 就是好像排近內檔 我們稱為花沙遠離看台那邊 好像不是那麼好 確實是的 還有到處之前也踩了幾天 可能裡面的場地沒有那麼漂亮 外面近看台那邊就更加理想 跟之前的模式不會有太大分別 但是天狗排多少檔 好像先看一看 不錯,一排九檔還不錯 即是排近看台一點 還有第二點就是 看了這幾天也是 帶頭的馬好像也沒那麼好 是的,可以說帶頭沒甚麼好結果 為甚麼這麼說 因為這條賽道 它的難度就是在終點前有一個暗斜 所以其實也挺講求一個氣量 很難你可以一條氣這樣放到 通常那些後上型的馬匹 在最後的階段可以發力去蓋過前面的馬路 也是,看到小島銀灘的 都是留在比較厚的位置 在中段發力大一踩丟的時候 就可以過到前面那一陣 樂麗華的音樂感應正賽 就是最後一條撲上來 如果照這樣說 天狗其實是符合了這條件 第一,它不是一定要帶頭馬 甚至它也不是帶頭馬來 第二,就是排檔也適合 看來只要對手的實力不太強的話 這場賽事是有勝出機會的 天狗,如果之前在曼尼加多 竟然被他跑了 輸給緩衝之計 當時輸了一點 這次其實大致來說 都是對著那些馬 你們覺得他的感覺如何呢 這次的爭勝機會 你覺得 其實我挺看好天狗的 因為為甚麼這麼說 雖然他在香港的直路賽 好像跑得成績一般 對比他的轉彎路程 好像差多遠 但不要忘記一點 就是香港的直路賽跑一千米 而費明頓這條跑道 就是跑千二米 同一時間的難度 就是他比普通的千二米的路程 所需的氣量要求是多一點 因為都是在終點前 有一個暗斜位 其實我覺得挺適合天狗發揮 因為它都是一些短途 爆發力很強的馬 對,都是對的 因為我經常有一個寄望 就是未跑過就是有一個希望 如果跑過費明頓 譬如是緩衝之的 跑過這麼多次都贏不了 那就差點像天狗 正如剛才所說 香港就一千米 如果見到他追上來已經到了 但是費明頓的千二米 相對來說是有一個更加長的 就要比他追 應該是效果更加好 嗯,這次希望就 形勢就夾了 看看究竟 對其他的對手 他的能力去到多少 但天狗應該是上風的一部分 我們就這樣看了 究竟他的連馬師方家拍 是不是這樣看呢 交給他講一下 Casper,10 days since the Manicato 他確定是,600,000 bonus 所以我們來過這個 我們準備了一段時間 然後希望我們得到這一點 他確實 他有過過五輪 在這直線 有六輪 在這輪 不保持 不怕 他最好 他最好 有兩輪 但我只想 這六輪 會有問題 他會有問題 他會有問題 他不會有問題 你 你一直說 這輪會 從這輪 你會 遇到 這輪 你會 跟 這輪 是否在正常的一位置信? 一定是很高興的,你去看你 你去看你,你去看你,你去看他 他不太安定了,他在那裡 他會有一個人的確, 我相信我們都能夠做到 很久我們都能夠做到的賽事 我會很難去比 你去看,你去看 我會想看,你去看 沒有人的氣,因為我們沒有 有很多人的氣力 所以,你去看,你去看 他会非常竞争 OK 听完方家柏的访问 他都和你们两位的看法不差 形势就夹了 不过他说到一点就是天气方面 似乎麦尼本的天气有可能 由之前我们在维省打比赛 麦尼本比赛 那两天就很好天气 会不会这两天开始有些变化 觉得没那么好 好天的两天之外 刚刚看那个皇冠像鼠一天 当地就天天阴阴 都挺大风的 要留意一下到时会不会有些鱼 因为麦尼本的天气 变得很快 突然很天气 然后落大雨 都要留意一下 大阵雨来的 对天狗的反应可能会有些影响 不过始终我都认为 如果他不是全领的马 你落长雨可能都未必是很特别 因为他还是要追马的 但是太难的场地就不是太好了